每个人都在找平衡点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就从行业来说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但是你看你追求的是什么 当然你压力也会遇到 你会觉得累啊 有时候孩子闹的时候 你会觉得心情不好啊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 也有失必有得 比如说孩子很闹 闹性的时候真的很闹 但是开心带给你的那种满足感 你觉得那种 看着两个孩子在那打闹啊 有时候玩啊 对着你笑啊 觉得妈妈我爱你啊 这些的时候你就觉得 哇你特别有成就感 然后没事的时候 其实晚上你在翻照片的时候 你会回顾一下孩子的成长过程 你也会觉得很幸福 而且你会为你工作这么努力 给他们提供一个 积极向上的一个榜样 给他们提供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更好的条件 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你就会有充足的动力 也不会去现代 也不会去抱怨 你就 你就 只要这个方向 这个路是对的 那就不怕路远 你慢慢走好就行 需要更好的去平衡 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的成长 也要随着时代的成长而成长 时代的变化和要求而变化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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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